死前的改换宗教 一些人紧靠祈祷去洗罪 而不抑制内心的邪恶 是不符合佛教的教义的 我们时常遇到一些人 在将死之前改换宗教信仰 不以为这样就可以洗脱他们的罪孽 而轻易升上天堂 他们也希望确保自己纯洁 和得到最好的埋葬 这些人一生中已经信奉一种宗教 但是就突然去接受一种 全身而陌生的宗教信仰 祈求很快地从新的宗教中 获得救赎 这个真是一件很牵强离谱的事 那只是一个梦想 有些人甚至在无意识的状态中 或者死后被人归依去另一种宗教 那些过度狂热的 将别人信仰改变的宗教徒 已经误导了无知的人 去相信唯有他们的信仰 是到天堂的捷径 假使人们被带领住去相信 有一种人可以高高在上地坐起某处 就能够洗脱人们合其一生所做的罪业 如此的一种信仰 只不过是鼓舞他人去犯罪而已 按照佛教的看法 没有任何一种生命 能够洗去人们的罪业 唯有当一个人真实地理解到 他们做错了事 了解以后 设法去做善事弥补 这样 他们才能够 对抗过去所犯的恶业的坏影响